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生更新不相同 造业 全身广辖也不一样 所以一切众生受报当然也不相同 都根据业力 而业力与善心有密切的关系 心知善悟 祝福菩萨 天地归神 确实非常慈悲 不愿意看到众生受苦 虽然这个苦苦 使一切众生的公义 自作自受 特别是佛菩萨 真的是不忍心见到 所以以种种善巧方便 希望众生觉悟 回头是岸了 那真不回头 那就没法子了 灾难会降临 最后的灾难会降临 我想已经不是佛菩萨了 在那个地方指挥操纵 而是什么呢 业感 业力 自然的反应 这个就是灾难 是业力所干的 与佛菩萨 与天地归神 都不想干 这才叫真可怕了 我们在山谷 长消一声 马上就回应 这个回应是叶坎 善 好似 也是反应 有许许多多佛菩萨 随喜加持 不善地 像大灾难来的 诸佛菩萨都流了眼 不能成熟 无法援助 众生 只有在这个情形 这个状况之下了 才能把自己所造的 业细消除 所以我常说 三窝道不是坏地方 三窝道是众生 消除罪业的地方 那三窝道呢 同样一个道理 是消众生 修很多福报 在这 消福报的地方 真正的好事 不造善 善窝业是最后啊 那么佛菩萨 事处事件 身形 都叫我们 断窝修善 断窝修善 讲的是死 死 不能有心 有心就造业 没有心呢 没有心叫敬意 敬意没有果报 敬意的果报 在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门 非常非常广大 没有边际 与一头的红月 借赢一切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做福 你看看现在 卧道众生 念佛往生 我们看到 畜生 念佛往生 花草树木 花有花神 树有树神 花言经上 讲有几世众生 他们听经文法 念佛 也求成 极乐世界 归神 更不必说了 所以这个 善心呢 是非常非常的 重要 人有惭愧 做了不善事情 良心不安 但是事情做了 这是个善心处 他有后悔 他能忏悔 他能改过 善心深 怕 害怕 舆论 指责 害怕 别人对他的批判 因此 不敢做坏事 所谓是 畏惧舆论的 制裁 现在这个 时间乱 舆论 也乱 善物的标准 没有了 这个事情 麻烦了 这个事情 所感的就是 大灾难 要降临了 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 普遍降临了 不是 有复暴的地区 实际上 这个地区 有复暴的人 很多 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 或者是 这个地区的灾难很小 没有严重灾难 如果这个地区 人没有佛报 造的业很重 那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明白这个道理了 了解四十真相了 一定要断无修善 善心 是我们本有的 本善嘛 哪个人没有善心啊 为什么善心射掉了呢 以你了自信 你在哪里啊 你在以为这个神是我 于是 你于自私自利 你于明文利 你啊 你于于五月六成 你在这 良心丧失掉了 这个里的因素很多 你这是根本原因 你一聊 不相信佛菩萨了 圣贤教诲 不但不能接受 还激烈派斥 这些东西是封建一线 是古人一种 虐待人民的手段 他要这个说法 自己不接受 还要叫一切众生 都不接受 那这个地区 就会有大灾难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所有在那 谁也不能够避免 自救之道 就是念佛 念佛 一定要把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目的就是求生信徒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丝毫谈念 你的心就安了 什么灾难来的时候 你不会慌张 不会惊慌 不至于是错 你知道该怎样应对 到那个时候 你的智慧升起来了 那是佛菩萨帮助你 神圣在帮助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 把心念转过来 是第一个重要 决定没有污泥 决定没有害人之心 纵然被别人伤害 也不害人 别人害我 自己要好好的去想 那是替我消业者 我决定不能害他 培养自己的善心 培养自己的善根 希望自己能做到 纯净纯善 没有丝毫无念 夹杂在其中 这就好啊 这是善的自信 那于这个相应而起的 一切心 就叫八十 五十一心所 心心所 通通善 这就是 纯净 纯善的心 这个我们做得到 这不求人 求自己 勤心动念 言语造出 绝不伤害一切众生 包括花草树木 善和大地 爱心变发戒 善意满苏婆 我们要把这两句话做到 那现在呢 就一头本月 这值对尽忠之 真实信心 这是善中之善 无比的善心 你能对净土 能相信 对净土的经论 能够理解 能真正法愿求生 这一切善 都不能跟这个善相比 为什么 这个善意做佛了 其他的任何善心善心 你成不了佛 这个善心一生的时候 恭喜你 你的一生圆满成佛了 祂说得zą来吧 祂说得了好 主意 祂说得了好